准备 准备 开始 会长 又晕过去了 什么玩意儿 又晕过去了 又晕过去了 赶紧弄醒来呀 让他把钱还给我呀 我回来了 会长 阿文回来了 来 我的真名是侯明浩 但这儿却没人知道我的真名 而我拥抱的这个人 就是当初陷害我父亲坐牢的人 为调查当初陷害我父亲的人 我潜入到商会 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罪证 还我父亲清白 来 阿文坐 几天不见又长个了 怎么样 说说这两天 东街的店经过我们打理之后 收益相当可观 现在就剩下会长您的接管了 你都跟了我八年了 对吧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所以我决定 把东街的管理权 交给你 多谢会长信任 这位是 这个死胖子呀 欠了我很多钱 阿文 你负责把他给我叫醒 让他把钱还给我 会长 交给我来处理吧 行 我还有事 出去一下 对了 对了 你 从今天开始 跟着阿文 阿文有什么要求 尽量满足他 知道了 阿文 交给您了 好 您慢走 阿文是吧 是我 听说你办事很有手段 交给你的 好 赶快弄醒 让他还钱 好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好 太文 为什么倩倩不回 说你呢 行过来 醒了 我 知道会长是谁吗 我不管会长是谁 我就是没钱 听说 你有个孩子是吧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看什么 明昊 真是明昊 明昊 说 是我 你是 我是你爸最好的朋友 太为叔 为叔 谁帮叔解开 快 我先吃口东西 我觉得实在是太饿了 这个叔叔心太大了 连睡就要再吃东西的 阿文 听我说 你身上有带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给收走了 你这样 我等会儿看 外边只要没人 我就偷摸跑出去 然后我回来还钱 还完钱以后 咱们俩里营外合再帮你爸报仇 好不好 就这么定了 等一下 喂 阿文 还没还钱呢 到哪儿都能死是吧 怎么回事啊 多长时间了 钱还没要找 这身上都没血印啊 没打他呀 记住 钱要不回来 咱们俩都得完蛋 知不知道 咱们俩都得完蛋 知不知道 阿福 我们要说一下这是唐作的道具 这是他们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你这是 他们一直怀疑我 我没办法了孩子 你得帮我 我 告诉我你知道所有线索 现在告诉我 不行我得跑了 不行 你不可能只知道这些 告诉我 队长 爬下 看看 老白 怎么回事 这人怎么还不还钱啊 他 他俩打起来了 我一级之下 就把这个欠钱的人 也给打晕了 你看多聪明 他俩打起来了 我怎么不相信 是他打的呢 我怎么有一种直觉 这个人是你打的 好 会长 记得 您刚刚出门前说什么吗 嗯 让他照着我 嗯 可我在您心中是什么地位 我喜欢你 我信任你 我知道您喜欢我 嗯 是因为我有野心 所以刚刚那句话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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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如流啊 打得好啊 会长 嗯 我早就发现 这小子他是个叛徒 阿浩 正好帮你解决了他 干得好啊 啊 我告诉你 阿文 阿文 其实这个人 我们早就得到消息 他就是个叛徒 哎 正好 让你把他打晕了 我没看错 好样的 你们俩把那个叛徒 给我轰出去 阿文啊 在 来 我跟你说呀 在当今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像这种叛徒 为了商业机密 不择手段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商会 从来不干那些 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老板 这些事情实际上来 一直教会我们的 嗯 会长 怎么样 办完了 下面呢 我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谈 嗯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们几个 要机灵点 啊 好 不要给我出岔子 赶紧 李老板 好久不见了 黄老板呀 来来来 老板 走 都是自己人啊 随便做 千万不要拘谨啊 嗯 哎呀 哎呀 今天黄老板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 庆祝一下 必须要庆祝 喝点酒吧 哎 好啊 来 我来 嗯 嗯 你们知道吗 嗯 黄老板啊 他以前啊 是开KTV的 所以呢 他喝酒 不能干喝 要就着哥喝 是吗 哎 你怎么知道的 来 你 给黄老板唱首歌 那我就先瞅了 我跟您来一曲 哎 哎 李老板 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不想听歌 哈哈 不想听 我说的话 你也不听吗 嗯 听听听 我唱我唱 就难听人对了 把热纸放在城aney 快山极 吃愧 storytelling 我说不 LIKE 乱哲 是 爱浮海 咱们 美 阿文 唱 我说过 我今天不想听歌 哎这个酒瓶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真的 法国的酒瓶很硬啊 哈哈哈哈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易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易 RT RT 我越来越爱你 爱你 每个眼神 是我的老心 这个老板够亲密的 因为你让我 看见不爱我 才了解自己 未来这些日子 要好好珍惜 所以我 好了 你看看 李老板的手下 个个是人才 是 一听阿文唱歌 我这心情又好起来了 一看一看 我天哪 黄老板 咱们说点正事吧 好啊 东西 那你让我们过目一下 不错啊 好东西 老闻啊 把我们的皮箱交给黄老板 是 我就跟你说过 我们的皮箱 我的货肯定不会有货 不交给你了吗 皮箱呢 老板 我们的皮箱 被刚刚那位叛徒 带走了 皮箱这么大的皮箱 居然让叛徒带走了 我们没有看见 你别急 李老板 怎么回事 我带着货 可是过来诚心诚意 跟你交易的 对不起 黄老板 出了一点小差错 赶紧告诉我 皮箱到底在哪 别找了 太没活过来了 地上太凉了 你怎么醒了 你怎么醒了 皮箱在我这儿 钮扣都让你给我弄掉 李老板 黄老板 是我请来跟你们做交易的 明浩 我也是你父亲的好朋友 早就听说 你父亲当年遭人陷害 他以为才设了这么个局 叫我过来 对 还有你的这些个 得力助手 我早就买通了 会长 因为我父亲是不是你 你有什么事 我自己趁着 你还没有 走 我被你试下 看汉 要不要走 之前我去 以后就フィー 我依靠了 但是我一直够 是 直接卷跑 临走之前 他还做了假账 把所有的账 都赖在了你父亲的头上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追查这个人 没想到 有人自动落网了 因为我父亲 是不是你 对 美浩 陷害你父亲的人是我 可是这个事真的不怪我 要怪就怪你父亲 太单纯 太傻了 但是我没想到 他的儿子 跟他爸一样傻 你住嘴 是我干的 怎么样 现在这全都是我的人 你们能够 我去你 我去你 你们能够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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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够 你们干什么 别费力气了 我告诉你 其实今天这个局势是我设的 我就是为了要引出你这条老狐狸 让明昊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 你以为这些人都是你的人啊 你以为这些人都像你一样容易背叛呀 我让你也尝尝背叛的滋味 把他拉到寻谱房 把他所有的罪证全都交出来 带下去 是会章 好 帮帮叔叔 走嘛 好